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座两层的洋楼 Metal Hens 前本店 前手是目前比较知名的独立精品咖啡品牌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四的那个总局 因为那个店去的比较多 有时候去龙公寺还有东四那边吃饭的时候 都回去那边喝一杯 坐一坐 这家店呢 我第一次来 楼上楼下呢 大探了一份 整体的装修与范围呢 有民国风的历史感 那么同时呢 还融入了一些差记的风格元素 坐在里边 整体感觉很舒服 今天呢 是非周末 再加上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店里的客人呢 没有往日那么的多 少了一份喧闹 多了一份甜精 我照往常一样 点一杯Esperso 搅动几下 使甘利碗 与咖啡叶 焦融 浓缩的油脂 香浓 鱼韵 都令人回味无穷 两三口喝完之后呢 鱼味持久 鱼韵的芳香呢 会很长时间 沿染在你口腔的四周 还可以在Esperso里呢 适当地加一点点的糖 使其呢 慢慢融化 沉淀 这些呢 会使其的层次感更丰富 不同的咖啡品牌 不同的庄园 不同的水 不同的咖啡师 等等等等 都会利用入口的酸度 甜度 口感 风味 鱼味 平衡 产生不同的变化与口感 所以在这些元素当中 以及众多的咖啡饮品当中 那个最适合你的 才是最好的 北京还有很多小而经 且有特色的咖啡店呢 值得去探测 那也感谢大家呢 能够关注 祝大家喝得开心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